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行动 我是蓝天 沈阳的谭师傅是干装修的 2017年底接了一个大伙 沈阳市大东区一处回前小区集中入住 当时不少人都找了谭师傅去装修 谭师傅也合计说多拦几户活 多赚点钱挺好 可实际上谭师傅没想到的是 竟然碰到了一位赖着装修尾款不给的 为了要这个尾款可给谭师傅折腾坏了 谭师傅说 当时一位叫童少兵的人 找他装修三套房子 其中两套六十多平 一套九十多平 谭师傅说 其实大头的钱对方都给了 谁能想到这个人会拖着他的一点尾款不给呀 我在当中和谐城里面揽了三十多户干活 装修给那家装修 就这么说他见着我了 他问我说是我不发名片吗 就这么说 完后他说我家也装修 就跟我妈俩谭的价钱 一共是那个 有一个房子是三万三 有一个房子 有那俩房子是一个两万五的一个两万六 谭师傅说 当时双方商定好后就直接签了合同 2017年12月 谭师傅就着手开始给这三套房子装修了 谭师傅这边活都干完了 该算账了 可要钱呢 就费劲了 就干一步给一步 就是哪个活干到哪步 他给我哪步钱 他验收 验收合格了 我得进修下步 18年就是这一二分完工了 他到现在欠我那啥呢 九千多块钱不给我 这种种我就起诉他了 谭师傅说 其实同少兵给钱一直就不咋痛快 到最后 同少兵还差着谭师傅九千多 为了这九千多的尾款 谭师傅没少找同少兵 2018年7月 谭师傅将同少兵起诉至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 经过法院审理判决 同少兵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 给付谭师傅工程款一万三千元 当时判决的时候 大东法院判了我胜诉 然后他就说他不承认 然后他又上诉 上诉中级法院 中级法院后又判下来了 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 我们看到 同少兵提出了房屋装修存在诸多质量问题的抗变内容 但是经法院认定 这三处房屋已于2018年春节前完工 并经同少兵验收后于同年春节后居住使用 故对同少兵的抗变不予彩信 不仅如此 同少兵还提出 虽然当初说好是包工包料 但是在装修期间 同少兵还是自行购买了许多装修材料 这些费用应该从装修款里面扣除 最后经法院查证 确实有三个水槽是同少兵购买的 经法院电话与商家联系 商家在查证后也表示确有此事 一共3100元 应从装修款中扣除 至于其他材料 同少兵没有提供出购买的相关证据 因此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变更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关于此案 13000元装修工程款为9900元 然而判决生效后 同少兵仍然不给钱 判决生效后 谭师傅可没少找同少兵要钱 但是同少兵的做法让他无法接受 在谭师傅看来 还这9000多对于同少兵来说应该不难 然而同少兵却对还钱的事儿置若罔闻 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回事儿啊 无奈之下 谭师傅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那么这个案件在申请执行以后 我们向这个同少兵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令 限期他旅行 但是被执人没有在期限的旅行 也没有申报财产 那么今天经过这个申请人的这个提供线索 发现同少兵在家中居住 他出租车嘛 我得看你这出租车 他要是摆在上面 我还找不着他呀 我昨天晚上就堵他一宿 我把他堵住了 吸尘铁迪片 清肺热力咽喉 吸尘铁迪片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吸尘铁迪片 清肺热力咽喉 吸尘铁迪片提醒您 精彩马上继续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行动 谭师傅给同少兵干完装修活之后 还剩9000多的尾款 同少兵说啥也不给了 谭师傅说找这个同少兵真的是挺费劲的 因为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总不在家 实在没办法 谭师傅就守株待兔 到他家那去守着 这次谭师傅盯到了同少兵的人后 赶紧联系了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 法官接到线索之后 第一时间派出法警 将这个同少兵带回到了法院 在法院的调解室内 我们见到了同少兵 你说人家给你干着活 完了你还不给人家这个工钱 你就好意思签着人家工钱不给呢 司法院最后派了你签这个 反正中9900 非不 一份钱没还过 这个让你申报财产 你申报一下 你干什么 没房子没实 嗯 没工作 嗯 没工作 那你怎么现在说给别人开租车 打工 打踢板 那算工作不 那那是没有 我工作是没有 免费给人开 没有社会的工作 没有正常的工作 开租车不是社会工作吗 我是没打工打踢板 打工是工作不 那是工作 你觉得挣多少钱呢 开租车 不确定 不确定是多少钱 两个钱不一定 随后执行法官拿过了同少兵的手机 查看了他的微信钱包 微信里有多少钱呢 没有 上面有 那刚才让你申报财产的时候为啥不说这话呢 那没问过微信里 我问你上你申报财产 微信里是你财产不 那我不知道 我没理解 那我没理解 现在理解何不 理解 还有啥财产 这些申报 没有 那刚才看你这个微信 你二份就收入四千多 这四千多是你挣的过 具体我挣不钱 没有这些 我记不起 你在找他吧 一月份呢 挣多钱呢 不知道 刚不知道 那一月份二份都挣钱了 为啥不还这个申请人呢 挣钱 不是我那媳妇 我这二份的媳妇 这生存真的 让我那媳妇 他不拿跑 嗯 为啥没还新人呢 那我还的 他就拿跑了 我倒是想还的 同少兵这个说法 显然让人没法接受 从微信的收入支出情况来看 同少兵每月都有收入 他真的是想还 但是没钱还吗 大叔这签这合作 我就已经吃碎了 他签了我两个合作 有些工程 是口头协议 他说给我免费做的 最后我没有没有白日 他在这写上以后 回头上法院提出我 抄我要钱 而且这法务从哪装修 那天开始 说他说完事开始到现在 找他维修 看有些问题没维修 我头一次装修我不懂 我又懂我绝会不会 绝会会上了大 这是先计划 现在我们说没有用了 法院判了 我印 没办法我得还人钱 但是我现在打工没办法 我还心肠病 我给你打踢板 我以前是赚了很多钱 做生意传赔了 没办法给你打工 而且现在我那个媳妇儿 但是生存着没办法 钱都转找了 我还说 偷着我转找 现在媳妇儿都不够 就我自己在家 我还说你这个钱 并给你动 挡够了还人家 发誓我内心 我也是 我得履行判决 这个判决我必须履行 不履行 那不是合法公民 你给我证明一下 你怎么证明一下 我现在腐蚀 现在困难就在这儿了 那我就得努力赚钱 我进个量 我不打地板了 我正去找一个 长期的出租车 因为这个三千两千 你去了社会 还人家千八百块钱 五七八百 整起还吧 这个判决是18年代 十一月 就在这时 执行法官发现 之前口口声声说没钱 没有其他财产的同哨兵 早上刚刚从微信中 提现了一千块钱 今早上提了一千呢 到底农航 农航法呢 没帅的 没帅的 那钱为啥提现呢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为啥提现 就放农航法里好 留着口呗 我把我的钱 我就回微信收的钱 我就转到我的农航法里 农航法里交到法院 自动扣红 直接还给你 既然都说了 原本这钱也是要用来还债的 那就现在还吧 你的农航法密码 什么呢 支付密码 你能转上今天不就还那一千吗 对吗 我今天就给你说 昨天晚上我堵的一宿 我这都感冒了 我今天就把钱都给我利索完事 转上了吗 嗯 出来了 你设你自己卡不 不对 来 你说了 密码多少了 没人不对 说 哎 不知道了 嗯 这一千算你今天还的呢 嗯 行 嗯 一看法官来真格的了 真让他现场履行还款承诺 输入密码还钱 这同少兵啊 却说啥也记不住密码了 这是手也哆嗦 按不对了 脑袋也不好使了 差点因为输入次数过多 把这卡给锁死了 好在一番折腾之后 终于是整对了 算是履行了一千块钱 对于剩下的欠款呢 同少兵表示 愿意分期履行 同少兵啊 想的是挺好 那谭师傅那边会同意吗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行动 因为没给谭师傅九千多的装修尾款 同少兵人呢 被带到了法院 各种借口说自己没有钱 法官查了他的微信 里面的转账记录可不少 微信上一个月的收入就四千多 执行当天呢 还提现了一千块钱 在法官的要求下呢 费了挺大的劲 这个同少兵才还了一千块钱 剩下的钱 同少兵提出啊 要分期还给谭师傅 在现场呢 法官也问了谭师傅的意见 这边说他现在能力有限 今年一次性还清做不到 他说分期还 不行 今天他有一个例子 他说一时三千多块钱 他咋够房子装修 装修钱都花十多万 都够钱去 这个 你这多八九千块钱才没有 那不可能了 同少兵说他是真没钱 当时装修的那几套房子 一套是妹妹的 另外两户都是他母亲的 至于他 只是帮家里人忙活装修的事而已 根本不是出资方 那按同少兵这么说 那装修欠下来的钱 应该找他母亲和妹妹要了 你好 大姨 我这边是大动法院 执行局 我姓王 王法官 你是那个同少兵的母亲 是不 那个现在同少兵在法院呢 他跟那个原来给他装修房子 那个叫谭镇中啊 有个案子 欠这个谭镇中 九千九百多块钱的 这个装修款 现在法院已经判完了 这个同少兵说 这个装修款 当时是给你那个房子 完了 给同少兵妹妹 还有同少兵 现在租那个房子装修的钱 是不 错吧 你现在这个同少兵在我们这儿呢 他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完了给你打电话 就看你这边能不能帮他解决一下 我爸跟谁对话 我和他妹妹的钱都给老谭了 咱们都给利索了 给利索啥意思 是你给这个直接给老谭了 还是说给同少兵 同少兵给老谭了 直接给同少兵 给同少兵了 给什么呀 然后让同少兵给老谭了 因为我看老谭和我妹妹都有同化基础 我妹妹跟他打电话 就说我不见见 要同少兵接电话吧 他怎么意思 现在是这样的啊 法院判这个装修这块 还差老谭9900块钱 这个 法院判完了 现在我们在执行 现在这个同少兵拿不出来的钱 那我们就得对他进行拘留 我把电话给同少兵 让他跟你说一下 啊 这样子不过说 嗯 怎么的 谁在执行呢 因为你洗了糊涂 我给老谭要钱呗 要钱 没给他呀 我都给完了 法院不用怕你嘛 上回不跟你说 我都上法院了 他妈的怕他 他不说法院 你不给扔你嘛 那黑子不白了 他执行的 嗯 我没有钱给呀 没给你啊 嗯 没钱呢 没给我扔 嗯 行 那我上你那球去 那我上你那球去啊 那你花哪了 我这没钱钱呢 哎 大姨啊 现在我给 大姨啊 我王法官 我给 你给啊 你你现在搁哪呢 你现在搁哪呢 你现在搁哪呢 我搁哪 你自己什么意思吧 你说吧 你给的话呢 咱不得带着回去 拿着钱给老谭嘛 对不 现在拿出来 我就是没到你了 哎 你什么时候到日子啊 四月二十六号 四月二十六号啊 啊 我主任费 定期啊 我都费 但我要 最老大要可行的 我都费 同少兵的母亲表示 要钱这事啊 不用再找同少兵了 她愿意替儿子来还钱 也愿意为儿子提供担保 对此呢 谭师傅没什么意境 至于谁来还款呢 毕竟是人家家里的事 咱不用掺和啊 有人来最后履行判决就行了 那这笔钱当天能还上吗 胃肠病久之不遇 找准病因是关键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水扬市国医胃肠病医院 共同倡导诊疗无痛化 民医护卫 胃肠检查进入无痛舒适 新时代 西尘铁迪片 清肺热利烟喉 西尘铁迪片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西尘铁迪片 清肺热利烟喉 西尘铁迪片提醒您 精彩 马上继续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减养德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行动 就同少兵还钱的事 法官和同少兵的母亲通了电话 老人表示呢 愿意替儿子还钱 等手里面的存款单到期了 就能还了 还可以给儿子做担保 法官考虑到 同少兵的母亲年纪大了 行动不便 随后呢 执行法官带着同少兵和谭师傅 一块来到了同少兵的母亲家里 一是呢 确认同少兵母亲在电话里所说的即将到期的这个存单是否属实 另外呢 也需要同少兵的母亲签字来为儿子做担保 一进门执行法官就见到了同少兵的母亲 他说中兵有款完了你儿子这边就给了七万七 还差九千九没给完 什么钱呢 差这九千九啊 啊 这九千九是什么钱 你要你儿子跟他说 你儿子去开的亭 他能不知道吗 还上诉了 当时 他值得一清二楚 刚才上午跟我们说一遍了 九千九合十不 那是呀 那现在法院判了你合不合适你这印呢 那就这么地了老家 对呀 法院这印 不 再印 你听我说 你儿子上午 你上午你儿子来法院跟他说了 法院判决他尊重 法院怎么判的怎么履行 他也跟我说了 这个装修的时候有一些质量问题 什么墙皮脱落 还有漏水啥的 我也跟你儿子说了 你这些事你都可以起诉 你可以另外起诉这个 他起诉啊 你搜索的你为何不起诉呢 我怎么 我知道怎么起诉 这房子都是我的名 他都租我 他租我 他都给我房 那你就委托你儿子带你起诉 我们不明白什么叫起诉 起诉就是你让法院 这法院告他 你不说明白 装修的违款 应该他监案欠了多少钱 九千九 什么钱呢 就是装修违款钱嘛 装修违款钱 当时你没给他是什么钱 这个 看来对法院判决 同少兵欠装修款的事 当妈的似乎并不知情 你跟他打电话 你不打上眼睛了吗 我打了 那我得弄明白怎么事啊 大姨啊 你看好了啊 别弄了 我不认读 你就跟我说 我不认读 我告诉你啊 大东法院判的时候 你儿子去开庭去了 开庭奖了 我想了 我想了 你那怎么给他逮进去干啥 就不还钱嘛 不还钱就不得 现在还清天临地义嘛 行行行行 我没说不还 我说不还 大东区法院第一次判决的时候 怕了你儿子应该还到一万三 你儿子说不应该还这么多 上诉了 上诉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现没这么多钱 有水盆是不 三个房子水盆 都是你自己掏钱买的 一共花了三千多 对不 把这三千多里 从第一次判决的一万三里扣掉了 剩九千九 九千九让你儿子举证 你儿子当时称 什么壁纸 还有其他材料 都是你自己买的 听完执行法官的解释 童少斌的母亲是气不大一处来呀 随后 童少斌的母亲找出了一张定期存单 执行法官经过确认 确实如他所说 这张存款单是4月26日到期 申请人谭 师傅也同意了这个还款方式 随后双方也签署了和解协议 在执行法官做笔录的时候 童少斌和我们说起了 他对装修不满的原因 我这个拐出来一充水 一充手就快回去 这我得把水推到嘴围 我这充完水 我一充手才应该自动活会 现在没办法 我都干手嘴围 我家的吸油烟机 我这个 我家十几号的吸油烟机 这个通缸管 应该搞60 和这个排油烟机的管子不符 吸油烟机管是这么说 排油管是这么说 他俩说嘴了 一说嘴呢就造成了细眼谋畅 还有反味 就是在法庭上是吧 这事我已经和法官来回说了 我不想重复 来回重复我嫂子都疼 昨天我看见你这一宿 我不想重复这件事 因为这有啥毛病 在法面上都已经说了 这就装了三十多户 别人家没人家找我 我不是说就单身 干你这一副 到时候我出现这问题 知道吧 我干三十多户 别人家 你问问别人家 随便打去这 你干三十多户找不着谁知道啊 你这干啥呢 谁找你干啥呢 这都当初讲的免费的 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家三个都免费 正送的 现在一个超过要一千五 地桌每份还在里面 他现在一瓶米超过要四十多 哎呀 都改的 咱不懂 当时有八点回事 写的转声不就知道了吗 不懂法吗 不知道吗 连合同都没啥一手 吃回去就硬吃回去呗 今天到达同哨兵母亲家以后 同哨兵和母亲提出来 这个房屋装修上存在 出桌的质量问题 但是经过我们向同哨兵询问 要求他出示相关的书面证据 情况下 同哨兵无法出示 也无法出示 他所谓的一些 给过钱的这些收条等等 那么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 他认定的是一个法律事实 而不是一个客观事实 那么举证的责任 是落在这个主张者的手里 如果他拿不出来书面证据的话 那么法院在认定的情况下 是无法支持他的主张的 我们将这一点呢 也如实告诉了 告诉了同哨兵 如果同哨兵在日后 能够找到这些 相关的书面证据的话 那么他依然可以 交这些质量问题 向申请人谈这种主张 咱们先说说 这个同哨兵同大哥吧 50多岁的人了 一共啊 就欠人家谭师傅 9000多块钱 我看您呢 不是没钱还债 而是不想还 就算像你说的 真的是没钱 咱说那干点啥 挣不出来这点钱呢 何苦被人家一次次的找上门呢 咱们不说你应该把母亲的 这个所有的装修款 帮着给拿了 那至少别为这万八千的事 再让自己的老母亲 跟着受牵连啊 听着同哨兵的母亲 一直在说 说给我给 别找他了 我给 其实啊 挺让人心酸的 70多岁的老人了 操劳了一辈子了 原本这个时候应该安度晚年 想想轻浮 可这房子回迁 住上楼房 没想服多久 又得替自己的儿子来还债 真是操不完的心 咱都说呀 养儿防老 到了同哨兵母亲这儿 却成了子债母偿了 同大哥是不是应该好好合计合计 以后到底该怎么做呢 2019都市频道 民生为本 情怀为先 我们感恩您日复一日的信赖 我们感怀您年复一年的关爱 我们永远是您可信赖的陪伴 清晨新闻早早报 抢先出现